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蒸蛋 那就是蒸的物 那蛋里面呢 我们再放一些碎肉 就变成一道肉饼蒸蛋糊 那放了肉以后呢 我们蒸的时间就要久了 那蛋蒸久的话呢 卖想就一定没有了 但是很鲜 帮你好吃 找一个蒸蛋的容器 直接把碎肉放进去 多少随意 盐 料酒 葱花 先调和入味 然后蛋打入 蛋也是可多可少 就是水和蛋的比例要掌控好 一般水是蛋的双份 也就是一个蛋如果是50cc的话 那我们就要加100cc的水 蛋打散后再加水 再加盐调味 这样就比较可以掌控 那实在是新手的话 你就尝尝味道 最后呢我们叠几叠老抽上上色 因为里面有肉 蒸好后呢如果有肥肉的话呢 它就会浮在上面不好看 弄不好还会减少你的食欲 而且呢还有葱花 现在好看上去是绿绿的 那蒸久了以后呢它就是黄黄的 所以我们属性给它一点颜色 上锅蒸30分钟左右 是蛋的量和火候的大小 上面呢可以盖一张 缝油 蒸好后呢蛋面会稍微光滑一些 温火30分钟左右 我们就用勺子剥一下 蛋结快了和水分离了就好了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那好了 爹着爹 汤子烫了